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很难想象 尤其是在成都场 在露天音乐节上 没有想到说是全场近万人一起合唱美声 近万人一起合唱美声 这个事件震撼了我24个小时之后 我24个小时之后 出现在另一个城市之后 突然上头了这个事情 爆炸了 其实我第二天马上就有演出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觉得4号我还要在重庆 有音乐会 我一直在克制住自己 不要去想这个事情 因为我第二天还有演出 我不能睡不着觉 我要保持一个很良好的状态 但是我在演出之前 第五次演出之前的那一刻 在吃饭的时候突然爆炸了 我觉得我抑制不住那样的情感 就是你很难想象你每生会有一天 山顶上都站满了人 近万人一起跟你合唱 盛世巨星的待遇 就我的偶像们开演唱会的时候 才会发生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身上 就感觉是我们在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现在也许看的是一个 像老讲的什么爆款啊 那些种词 但事实上 你要让它持续下去的话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并不是一个节目能够 讲这个事情多大的 它需要更多音乐人的参与 而且需要更多的观众 要给这样的事成 所以它需要一个 要有一个生态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就是可能大家没有见到的 一种现象突然看到 就像你没有见到的一个事物 突然出现了 它成为大家 哇 这还可以这样 但是怎么让它持续 让你一直能够关注这个事情 这个是需要音乐人的努力 和市场的一个推动 我是觉得是一个发展 是一个让年轻人更多的 喜欢到美声这个行业 音乐剧这个行业的一个契机 由《生物人心》来打开了 原年不原年吧 另说 只是说市场 它越来越好了 然后马上有第二季 第三季 我觉得《生物人心》这个节目 它不管之后开到多少季 它整个系列都会带动 音乐剧 美声这个行业的发展 我觉得对这个是很有自信的 因为已经看到一些成果了 其实我们跟演员一样 我们都是 因为我们叫音乐表演专业 你表演表演 你首先要有表演人 还有观演人 你形成一种 表演和观演的关系之后 你才能成为表演 没有观众 你演给谁看 你称不上是表演专业 对 所以说 所谓你说饭圈的文化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们当成观众 他们其实都是观众 大家都是观众 因为你观众是站在 主导的立场上 我是一个观众的话 我会选择我想去看的演员 说俗一点 钱在我手里 我想去看谁 那是我的选择 所以对演员来说 观众是一世父母 所以这是不应该挑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化 涌进了我们 我们这个歌剧 音乐剧也好 圈子里边 都会是一个丰富我们 这个圈子的过程 它一定是走出去的过程 一定是打开的过程 一定是吸纳 而不是固步自封 为什么我说 声容人心的出现是新美声元年呢 因为以前固步自封 它就是一个圆 什么现阶段的文化 好像都撼动不了这个圆的堡垒 声容人心打开了缺口 让它无限狂张 很多可能性发展 它才能不断地在当代绽放 它应该绽放的 或者说是它可以绽放的其他光芒 我觉得无论什么文化涌入 都是一个多元化展现的过程 我们这个圣部诞生于400多年前的欧洲 是美声最初的形态 那个时候 我们美声不是唱诗班来的吗 唱诗班清唱剧 然后那个时候教堂 教皇颁布法令 说是女人不可以进教堂演出 那就同声代替女生的声部 进行去演清唱剧 唱诗班 然后逐渐呢 就衍生成了一个 我们有贾圣南高音这么一个声部 其实在400多年前 贾圣南高音存在于欧洲 就是盛世巨星 就像当 就像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偶像一样 风靡一时 像内蒙的民歌 西藏的民歌 还有一些西北民歌 像陕西 山西 然后还有南方的 可以反映出一个地域 或者反映到一个人 都是能很具体的反映 就是它相当于一个省 或者是某个地区的一种标志 但有些人反而就不太了解这种标志 就不太懂这些歌的一些 意义和内涵在哪 他们只是觉得土 觉得low 我觉得这是不好的 毕竟是从戏曲来延伸 当然有很多民歌是从戏曲上 发展出来的 所以说就得再往里边跑 再往里边跑 你会钻进去 钻进去的话 就会能发现 哦 还有这么一片天 我觉得每一个声乐老师 在教学生唱歌的时候 都会说屁股夹紧 提臀 气沉下来 上面也有心 上面K住 下面抖了开 唱歌的时候 头上有三个点 把它打响 整个要有半打哈响的感觉 哦 就那种感觉去唱歌 搬钢琴 拉 使出也不知道能不能说 就是拉屎的 就绝大多数老师都会说 就是在你唱这个时候 你需要很足的气息的时候 却需要想一个 从你的丹田 到你的整个头顶 是有一个管子 要把这个管子唱下 是这么个意思 就很多老师都会这么说 但是像行外人就很难理解 哎呀 有个管子 哎呦 气沉丹田 丹田在哪儿啊 都不知道 就纯是一个非常 考验艺商的一个艺术 唱歌这个 唱作音乐人 他跟什么风格都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的音乐 它都是大融合 你听到这样的一个风格当中 它有别的风格的鼓在里面 它有小号童管在里面 就是它都是大融合 因为现在大家听到的音乐 种类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说我们要纯做一种音乐风格 那你就真的是特定的 这个乐器的音色 和这个乐器走的旋律 它必须就是那个年代 就算古典音乐 它不可能唱一些 别样的旋律 因为在那个年代 就没有这样的处理方式 你是不能那么唱的 这个是还原那个风格的 你明白吗 这个就是风格 它定义就是 有的时候它会非常的刻板 就是那个年代的人是那样的 你要唱那个作品 真的要尊重那样的音乐 你的衣服 你所有东西都要去 按照那个年代来做 就像古典音乐 然后致敬有 它就会专门做 那种流声机的音色 因为在那个年代 是没有这么干净的音乐 你必须要去把这个元素 全部放进来 它才能还原那个真实度 所以现在的东西都是大陆 很难讲是一个具体的 什么风格 民族还有戏曲 跟什么电子啊 摇滚 就是不太能融的 就别硬融 我是这么觉得 因为像戏曲 如果不了解的话 可能说 他们融合了 跟什么迷幻电子融合在一起 或者跟Rap和那个 弄在一起 会觉得很新颖 但是作为一个相对了解戏曲 会知道戏曲的出身 会知道戏曲的那个出处 从它的整个 京剧的伴奏 整个文化 还有整个他们那个台轿子 是两面棋 就所有这些东西 好像全都忽略了 好像只去 去硬核市场 去硬核一些 我觉得没必要 把它伤好 来 来 我